第221集 你是否愿意无论富贵还是贫穷 这心魔大事啊 理论上应是虚单乃至更高境界的修饰才能够运用的技巧 不过对于五角门派来说 理论外的魄力方法总是能够找到的 宁神伞虽然名气不张 其效果却足以位列上品灵丹 一记宁神伞吞浮下去 网络顿时感觉脑中大放光明啊 元神迅速的宁解 结成虚体 继而不断的转时 直至半虚半实之际才停了下来 按照灵剑派的标准 这已经是虚单修饰的元神强度了 虽然药效维持只有不足一息时间 但是拿这个来发心魔大事却是绰绰有余了 心魔大事啊并不难发 先前师父讲解了要诀 忙碌自行也演练了几次 此时轻而易举的便运转起了百倍强悍的元神之力来 成功凝结成了誓言 虽然以心魔为名 但是启示之时 那幅元神波澜不惊 只有一圈无形无色的波纹 自玉府正中心处扩散开去 扫过了那幅万物 继而消失于边缘 期间既没有心魔干扰 也没有其他的意向 不过 网路很清楚 誓言成了以后 又是真敢去违背一二 解释是电扇雷鸣 白鬼豪哭都算是清凉 基本上是必死无疑 誓成 网路缓缓睁开眼睛 方才元神绽放之时 万物尽在掌握的感觉 已经消散 但是誓言的效果 却保留了下来 应刻在内府肉身 元神各个地方 随着网路身体之活动 四处的骨骼 发出咯啦啦的脆响 整具肉身 已经有了相当的变化 之后还有两天的时间 消化心魔大师 给你带来的好处 同时 也要改变一下你的战术 从今以后 任何主动攻击的动作 都要绝对禁止 一般来说 若是正牌的徐丹修舍启事 其元神都足以牢牢 约束自己的行为 而借助丹药之力的 就要发生意外的危险 不可对你来说 应该不成问题吧 网路点点头 放心吧 专业冒险者的素质摆在这 好 那咱们就开始下一环 实战 话音刚落 齐师叔的碧海朝生剑 便直接斩了过来 时间有限 深知无相风风格的 傲观海根本不浪费一点时间 而王禄也似乎早有准备 昆山剑顺势而出 恰到好处地挡住了师叔的攻击 哦 两剑相交的瞬间 王禄便是一惊了 师叔当然不会全力出手 但是这一剑的威力 却是稳稳当当的虚单级别 换作是往常 非要受些内伤才能够扛过去 而现在他只感觉浑身一震 接的并不算是吃力 想不到 在这么短时间之内 心魔大势已经开始发挥奇笑了 别着急高兴 这一剑只有琉璃仙五成的水准 接下来的两天 你还有得忙呢 七长老叹了口气 手中长剑再出 威力更上一层楼 来得好 网路毫不示弱 非但以昆山剑成功阁挡 更悍然抖动剑骨 催动无名剑 返还伤害 如此凶利的打法 让七长老也吃了一惊啊 网路这孩子刚刚发下心魔大事 应该对这种返还伤害的技能 格外小心才对啊 亏他还真敢动手 不过 要是没有这等心性 两天后的决战也就不用打了 提前认输最好 刘离仙的厉害 没有亲自交过手的人是很难理解的 两天时间 就算网路以这种薄命的心态进行特训 胜算依然超不过三成 这还是七长老无限乐观的估计 毕竟网路跟刘离仙的修行时间差了几年呢 而对于他们这种绝世奇才来说 几年的时间 已经足以拉开一段难以逾越的距离了 哼 不多时 网路就被碧海朝生剑震出了内伤了 然而这还仅仅是个开始 骂他 跟一个黑叔叔玩出血了 真是不齐了呀 大师兄 喝杯水吧 在网路挣扎于地狱特训之时 灵池峰粉红楼内 万法仙门交流团队 则是一片的惨淡气氛 展子叶办决赛的失利 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被仙门上下 视若未来数百年门派希望的所在的西式奇才 居然输掉 输给了一个修行时间相弱 出身去还不如自己的蠢萌少女 若非亲眼目睹 任谁输来都难以取信于人 这场斗法的失败 给了万法仙门弟子带来了几乎毁灭性的士气打击 一行人甚至记不清楚 究竟是怎么从云露天台回到粉红楼的 实际的 恢复清醒以后五名师兄弟都已经脸色铁青 无话可说了 终归 还是海云帆的心态最好 他叹了口气 便连自己惨痛损失的数十万零食都抛到脑后了 担当起了队伍里的国武者 他没有急着去议论那场精彩却惨烈的战斗 而只是为每个师兄师姐都倒了一杯热水 又取来几盘点心 说些无关紧要的闲话 一点一点的缓和着氛围 不过成效欠价 大家所说的打击似乎太大了 已经不是简单的方法所能够奏效的了 然而 就在海云帆考虑要不要求助长老之时 却听大师兄开口了 这一次 是我辜负了大家 斩子叶的声音沉重 却依然带着感染人心的力量 身处茫然的叶飞飞等人都被惊醒过来 我输得心服口服 对手实力比我更强 笔都落败 我无话可说 过去几年在仙门洋洋子德 只以为天下虽大 成得上对手的却没有几个 实在是坐进观天了 斩子叶一边说着 一边对试图出演安慰的师弟师妹们摇里摇头 战斗之后 我在心中反复推演了上百次 即便琉璃仙不拿出新的底牌 但凭她已有的本事与我打 一百场里 我也最多赢下十来场 双方的实力存在切实的差距 真的不知道她是怎么练的 其实这些话何须斩子叶来说 只要是亲眼目睹的那场战斗之人 都能够看出琉璃仙的实力 实实在在的是高出了对手一筹啊 她以渐心通明的千万变化 完美遮盖住了防御上的不足 而且战时心思沉静 不受任何干扰 根本是无懈可激 斩子叶落败 虽然只差了一招 但是这一招的距离 却是实实在在 并非是运气之类的 偶然因素所为的 然而 意识到了这一点 反而让人更加气馁 大家是抱着碾压的心态来的 如今却在台上惨遭碾压 大师兄更是自暴自弃 一时间 就连万法先门的印在骨髓中的高傲 都受了动摇 本以为 如今这一代弟子 足以屹立于九州修仙界的顶端了 如今却看到 顶端的上方仍有人存在 仿佛是看到了一片 从未想过的未知天空 令人未然生惧 然而 就在此时 斩子叶却露出了 令师弟师妹们 感到心安的笑容来 那是在师门当中 每当遇到困难时 作为大师兄的他 都会挺身而出的 所展露的笑容 万法先门并不是狂妄自大 无法无天的野蛮门派 我们是学者 而学术的原则是什么 师弟们下意识地答了出来 发现未知 了解未知 预测未知 没错 所以对于实力强于我们的 应该是抱着探索的心态 主动学习 提高自我 所以我这就去找琉璃仙 叫琉修仙心得去了 师弟师妹们 就好好休息吧 斩子叶沉声说着 神话雷光 往通明风的方向就去了 留下一众瞠目结舌的弟子 第222集 你是否愿意 无论富贵还是贫穷 下 斩子叶驾驭着雷光 直往通明风而去 然而才到半路 斩子叶脸色就是一变 前方 师父元朝年的法力波动 淡淡地传了过来 挡住了他的去路 这是师父在无声地提醒自己 此路不通啊 斩子叶满是懊恼 师父居然在通明风 而且拦着自己干什么呀 这是多好的学习交流的机会啊 作为师父 怎么能够阻拦弟子 诚心向学呢 另一边 在通明风上 袁超年摇头一笑 让几位长老见笑了 我那不成器的徒弟 在他面前 则是灵剑派的二长老刘显 四长老周明 以及九长老华云 两场半决赛之后 万法先门 败局已定 袁县的傲气顿时是烟消云散 被圣经拜托的事情 自然也当没发生过 两派的交流活动 也终于步入了正轨 袁超年此行前来 通明风 也是代表门派 做出了亲善的姿态 尽管他本人心中也窝着火 但是一行三名长老之中 也只有他的情商 足够驾驭这种情况 换了其他两个人 肯定要在通明风上 跟人打起来 而袁超年此行的交流话题 则是门派对弟子的教育 一旦谈起来 袁超年便发现 自己先前的确是 小觑了灵剑派 这些长老 或许修为不如自己 但是在教育弟子方面 是各有所长 令人受益匪浅的 而且不得不承认 人家的姿态 比自己做得还好 刘显说道 袁长老太过自谦了 展子叶那孩子呀 修行八年 就领悟万法全通了 将先品功法 五雷真经练到这种境地 自知悟性 当时人少有能及了呀 门派也的确对他给予厚望 自从十七年前那事之后 九州修仙奇才 层出不穷 但真正能引领 武决未来的也没几个 我们万法先门 能得一盏子叶 已经颇感庆幸 却不想你们灵剑派的收获 更在我们之上 袁长年说着 有些现了 灵剑派如今是五大顶级宗派之末 但是有刘梨仙这样的奇才 一年之后 应当就能前进一两个位次了 对袁长年所谓的 五绝之末的说法 灵剑几位长老并不置评 不过周明却说 琉璃仙子那孩子 自知悟省随家 却不是能担大人的性子 若是真将门派前途 放在他身上 灵剑派半年之后 怕是要完了 师傅 灵剑派要完了 那以后吃饭要怎么办 说话是 一袭长裙的琉璃仙 飘然而至 大大的眼睛里面 闪动着天真的色彩 周明美好气道 你这笨蛋就知道吃 回去再给我练 一个时辰的飞剑化身 我们说完话之前 不许回来 少女的笑脸顿时搭了起来了 哦 知道了 应付了琉璃仙 周明哭笑道 好 让园长老见笑了 远朝年一脸艳羡地 望着琉璃仙远去的背影 音性纯洁 通体如琉璃 这般资质 难怪能继承上古传承 不过 我看着 剑心通明的功法 和上古传承 也有了很大的不同啊 传闻中的 剑心通明的几个弱点 都被巧妙地弥补上了 周明笑而不语 远朝年又说 不过 我倒是理解了周长老所说 如此心性 在修仙路上 固然能高歌猛进 但作为一派领袖 却不称职了 那么 贵派是打算认真培养王禄吗 提起王禄 在场几位长老 面色都有些不自然啊 远朝年说 比起琉璃仙 王禄的确机智百变 但手段呢 却终归不是正道 而且修为上 也差了不少 虽然前两次侥幸得胜 但平心而论 那种单纯强调防御 和求生的功法 并非正道吧 纪尾长老 神色更加古怪 远朝年却是越说越好奇啊 听说王禄失诚无相风 而无相风主才有金丹修为 我想既然王禄身上有如此长处 就算修仙的资质不算最好 也没必要将他交给一个不成器的师傅吧 更何况王禄财华出众 以后可以担当大任 你才不成器呢 九长老华云听到袁朝年诋毁师姐 顿时有些懊恼 好歹你也是武绝长老 怎么也是拿修为境界看人 金丹怎么了 照样打得你满地找牙 袁朝年心中气恼 然而看到话云那虽然血满着懊恼 却扔不失国策天香的脸庞 怒气顿时就散 或许那白衣女子身上 真有什么我没看出来的特长 不过一位求防守求生存 这也未免太窝囊了 哪怕在万法先门 纯粹龟缩防守的功法 也一向是不受欢迎的 或许那武长老真有什么办法 能以金丹修为 来抵挡自己这话神长老的法术 但是要说将自己打得满地找牙 那就是开玩笑了 何况这九州虽大 有谁敢说自己的防御 是万无一失的 总有一天会被人寻到破绽 届时就连斡旋的余地都没有 那又是何苦呢 唉 只可惜了 王露那孩子 灵根子这如何 孤起不论 单凭他的悟性 就足以令我元朝年 也生出爱才之心啊 但他如今却走上了一条邪路 若不是他已获真传身份 实在很想就这么挖到我万法先门去 别的不说 先门之中 弟子也好 长老也罢 为人处事方面比较乏力 的确需要一个机智百变的人物 如今掌门比较看好 海云帆 但是和王露一比 海云帆 似乎也欠缺了几分味道 不过奇怪的是 据说王露不久前刚刚找玄天馆的人下注 将全部的身家躲在自己身上 他就那么有信心能赢吗 玄天馆的人可不是吃素的 想要耍花招榨赌 就算武居弟子也承担不起这个后果 他究竟在想什么呀 心中疑惑 元朝年也就趁机会问出来 话云答道 我们也不知道啊 不过王露那小子 肯定不会让自己吃亏的 他可是师姐教出来的徒弟啊 元朝年忍不住诱问 他不过练弃上品的修为 难道能比琉璃仙更强吗 话云说 理论上肯定不如 不过毕竟他是王露嘛 对上他 小琉璃根本不够看的 哦 四师兄你别介意哦 周明苦笑啊 老实说 我对琉璃也是信心不足 别的倒也罢了 若是五师妹把他那一招也交给了王露 琉璃那笨蛋 这次真的是悬了 话云祈祷 不能吧 不是要元神有半虚半实之境才能用吗 王露还差得远吧 而且师姐说过 那一招非他本人不能用 其他人根本试也不用试 不过说来 若是王露的话 或许是个例外哦 他的性子和师姐差不多 让人很难估计得到 元朝年听得是越发糊涂了 元神半虚半实 那是要干什么呀 发心魔大事啊 但是发个心魔大事干什么用啊 尽管心魔大事有等价交易的用法 但是只有约束力越强 牺牲的东西越多越贵重 得到的补偿才会越大 而且 这种补偿多半是永久效果 因此短期效用反而有限的 想要以此在两天之内 弥补双方天差地别的实力差距 这誓言强度得有多大呀 是怕都会影响到正常行动了吧 而且心魔大事可不是文字游戏啊 必须得发誓的人内心认可自己的牺牲 才能够得到补偿 例如 若有人发誓一生不再开口讲话的话 却依然开口讲话 然后在心里对自己解释 我并不是要讲话 而是只要发出一些音节 至于这些音节如何组合 那是听众的事 跟我没关系 恭喜下一刻 这个人就会因为心魔缠身抱头而死 心魔大事那是不能自欺欺人的 也亏得元朝年出身万法 先闻这等博文强识的门派 才能够在一瞬间就想到这些 要是换成一般的修士 就绝对想不到心魔大事上面去 包括 饶恕元朝年也绝料不到 心魔大事还有许许多多的用法 哎 算了 想这么多有什么用啊 拭目以待两天之后吧 顺便也该为团战做些准备了 单人战说得彻底 团战还是有翻盘的机会的 两天时间 一晃就过去了 期间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 比如 越来越多的外派修士进入灵箭山 准备观看即将到来的巅峰之战 比如 灵箭派在某位长老的建议下 开始对着一些观看者收取天价门票 被指责无耻啊 又比如 在有心人的操作之下 决赛的赌局人气高涨啊 赌资成为了天文数字 比如 宣天馆主持赌局的人 也顺理成章地换成了 苍旗州的区域负责人了 足以化身巅峰修为的一位大修啊 以确保没有人在局中可以做手脚 比如 两天时间 刘梨仙跟王鹿都没有碰面 各自闭关 就连他们关系较好的师兄师弟也见不到面 又比如 热情高涨的围观者 对比赛的前途是议论纷纷各执一词啊 见识过半决赛那场真正的巅峰对决以后 大部分人都看好刘梨仙 修为 功法 乃至台上的完美无瑕的斗心 刘梨仙如同一个传奇一百 让人想不到他落败的可能啊 至于王鹿 先前两次战斗的确是精彩 但是也暴露了他的真实实力啊 没有攻心术的辅助 他不过是个练器上品的小修士 防御能力出众 还有反伤的技能 可是 刘梨仙的剑心通明之下 也不值一提了 就连王鹿的支持者也认为 要不是出阴招的话 堂堂正正作战 王鹿绝对不是对手啊 而在决赛当中 想出阴招又谈何容易啊 但是 前两次战斗 哪一个不是在人们不看好的情况下 出人意料的手段翻盘呢 奇迹的王鹿 这个名头已经悄然流传开来 万众瞩目当中 决赛啊 就拉开了帷幕 依然是云露天台 依旧是人声鼎沸 最被看好的刘梨仙早早到场 绚丽的衣裙 掩不住少女 蕴养多时的丰锐建议 此时 状态正是巅峰啊 而另一边 王鹿的休息位上却空无一人 眼看着比赛即将开始了 王鹿本人却迟迟没有出现 主持决赛的风银真人哼了一声 别磨蹭了 同时 愿在无相风处 某白衣女子二旁 想起了师兄的催促 于是无奈地一笑 王鹿 人家催上门来了 好 王鹿淡淡回立场 手中灵火引燃 煞石消失了身影 片刻后 无相风上 传来一声疲惫的叹息啊 师姐 你还真是受了一个了不得的徒弟 两天时间不到 居然真给他炼成了 白衣女子面上也是显出一丝失落的茫然 我 修仙百余年 也是第一次见到比我还无耻的 这小子不愧是天命之子 真是前途无量 说完 又是一声苦笑 师弟 帮忙打扫一下战场吧 就在两个人立足的无相风顶上 原本平整的地面 已经遍布坑洞了 如同被狂暴的力量肆虐过一半 平 第二百二十三集 一天四次 云路天台上 距离比赛 只有不足一盏茶的功夫了 在不少人渐渐不耐烦的等待当中 云路姗姗来迟 因为没有飞仙遇见的能力 云路是以山门内部的传颂灵符 疏然出场 顿时引来不少惊讶的目光 与先前两次战斗不同 云路身上穿了一件漆黑的长衣 那种不知隐藏了什么玄机 而他本人 面色悠然 嘴角含笑 然后大踏步地走上了云台 云台上 琉璃仙等候已久 少女是人如利剑 惊人的剑意扑面而来 云路直面剑意 却如沐春风 步伐不乱 一直走到自己的位置上 展颜一笑 剑双方站定 封银真人沉声做着最后的确认 是否准备完毕 琉璃仙高高举手啊 啊 云路也点点头 外挂须废完毕 随时可站 那么 比赛开始 话音刚落 王路小息一动 身形如风 手中昆山剑出 是直指琉璃仙 竟然是先发制人 万法先门与灵剑派的门派大比 最终沦为了灵剑派单方面的表演 然而 这场决赛 没令人失望 一开场就引发了一片惊呼啊 王路居然先发出手了 先前两战 王路的特点是已经展露无遗了 他拥有惊人的防御跟反击能力 但是相应的限制也很大 非但缺乏攻击能力 而且在防御之时 对肉身跟法力的运用也需要分毫不差 尤其面对琉璃仙时 更要小心谨慎 如今这种看似凶猛攻击 很容易露出破绽 届时 对方剑心通明 只要一剑击出 就能够彻底瓦解 他引以为傲的三尺剑围 然而 所有人都出乎意料的是 琉璃仙竟纹丝不动 手中剑不曾稍稍抬起 体内法力也不曾运转 坐视网路的昆山剑 直刺双目之间 却目光丝毫不乱 这是在藐视对手的攻击力 可是 就算网路的攻击不强 手中昆山剑却是异常犀利 曾经的九重封印 已经被打开了三处 纯以锋锐之意 便足以斩破 助击修士的肉身 任由昆山剑刺击 是自寻死路 然而 下一刻 网路的动作却疏然而止了 昆山剑在距离 对方只有一丝的地方 稳稳地停了下来 网路哼了一手 收回长剑 却踏步向前 左手直击琉璃仙的咽喉 少女禽手微扬 手中剑忍不住地向前滑去 却在即将碰到网路之时 停了下来 好犀利的直觉啊 不愧是渐心通明啊 网路目光直直瞪着琉璃仙的双眼 少女清澈的眼眸当中 映着她的身影 没有一丝一毫的杂志 这一来一回 却让场下许多观众摸不着头脑 甚至一些修为达到原因之境的外派长老 也是好奇啊 这两个小辈的路数 怎么让人看不懂呢 然而 灵剑派的几位长老 见了 却都是变了脸色 刘显最先反应过来 网路这打法 莫非是 不愧是五十枚的徒弟 果然也走了这条路 方赫俨然想起了什么不开心的事 本就古板严肃的面容更加阴沉 还真的是这一招诶 周明师兄 你的担心果然是有道理的 画云最是没心没肺 哈哈地笑个不停啊 周明却是摇了摇头苦笑 心中对无相封上这对师徒佩服的五体投地啊 才两天时间 居然真让他练出来了 记得当年五十枚也没这么快啊 画云笑得更欢了 同门百余年 总算见得比五十姐更不要脸的了 方赫却嗤之以鼻啊 外音门邪道 画音刚落 网路的昆山剑再次出手 却是展现了琉璃仙的手无二处 少女柳眉微醋 终于忍不住还击了 离火箭与昆山剑猛然相击 却没有万众瞩目的猛烈震荡 两口青灵长剑向后荡开 为这一轮交手画上了终止 而细心观察的话 可以发现 此时两人的手腕都在轻微颤抖着 台下画云忍不住赞叹啊 嗯 但效果可是出起得好啊 几名长老都不作声了 显然都想起了一段悲伤的往事 对于灵剑派长老来说 王武那一套独特的战法并不陌生 虽然他以心魔大事约束自己 不得主动伤人 但是实战起来 他把长剑递到别人的鼻尖上 只要不伤便不算是破事 反倒是别人大惊之下 全力反击之时 反而被他以正当防卫为由 直接给震死震伤啊 而用他本人的话来说 就是把剑塔修到别人家门口 然后再专心搞塔房 大概是九州一等一的无耻打法了 这一套打法 常人根本就无法模仿 心魔大事的特质是等价交换 牺牲越多 强化才越多 按照常人心性 既然了解了这套打法 便感觉自己也没有怎么吃亏 然而 一旦有了这种认知 强化效果自然就有限了 但是 吴向峰师徒 却有着一呼常人的耻度啊 他们始终坚信 自己牺牲了大好前途 他们甚至坚信 若是转修 健心通明 自己能够达到 周明跟琉璃仙的境界 简直无耻之极啊 此外 在出手之时 要严格控制分寸 不得真的伤敌 甚至不得有伤人之意 而一旦遭到对方抵抗 需要爆发权力来震死对手 对法力心性要求之严格 也远非常人可以做到 奇葩的攻法 奇葩的打法 奇葩的师徒啊 但是这一招的效果 的确是惊人的好 当初被师姐 以这招诱骗 出手反击 却惨遭反击的人 可不在少数 不过小琉璃 可没这么好骗啊 小丫头虽然平时笨了点 上场之后的通明剑心 可不是开玩笑的 诶 不对啊 华云想到什么 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以小琉璃的实力 用得着这么谨慎吗 要是换成其他人 遇到王鹿这套塔防战术 自然是手足无措啊 但是琉璃仙不同啊 她可是境界 稳压王鹿数个品级的 一剑便能够定胜负的 她在担心什么 话云有些难以置信啊 难道说 在小琉璃一看来 王鹿的反击她经受不起 不至于啊 还是说这几年 师姐把心魔誓言 又强化过了 刘贤也是疑惑 不可能啊 当初那套誓词 是咱们几个合力 推敲了许久才定下来的 每一个银截 都有这不容替代的意义 哪有那么容易强化 按照王鹿的水准 现在绝无可能 反弹刘狸仙的攻击 就连接下来 都应该很吃力啊 除非她注击了还差不多 以心魔大师 强化过的防御力 是的确惊人的 但是刘狸仙的剑心通明 又何尝逊色呢 十二非剑 就连注击中品的 斩子叶都不敢应接啊 王鹿难道能够接下来 弹回去啊 可惜 台上台下之间 有阵法隔膜 为了避免上台弟子 被下面的其他门派长老 看得一清二楚 暴露了门派攻法的秘密 所以 云露天台屏蔽了 相当多的信息 以至于 连灵剑派的长老 也看不到全貌 不知为何 刘狸仙竟会如此忌惮 王鹿到这般地步 疑惑见 场上形势又有变化 师姐 请赐招 王鹿横剑胸前 开口诺战 琉璃线 凝视了王鹿许久 一颗沉静剑心当中 也不知赚了什么念头 片刻后 终于忍不住出手了 却是出奇的谨慎 十二口飞剑 只用出了 离火剑跟弱水双剑 轻飘飘地刺向王鹿 当了一声 王鹿轻易地 将离火剑给隔开 昆山剑向下一摆 又将弱水剑给挡开 曾经令万法先门弟子 大赶头疼 非要全力才能够挡下的 水火双剑 悄无声息地 就被王鹿给化解开来 台下顿时哗人一片 万法先门休息区里 鹿千才直接跳起来 这这这 这放水也太明显了吧 玄天馆的人不说话吗 想起自己 刚刚跟师兄弟 凑出几万灵石 来压琉璃先生 他心中就不由地紧张起来 展紫叶 脸色却阴沉了几分 不对 不是放水 琉璃仙像是在忌惮着神门 不敢全力出手 忌惮毛啊 他攻击力那么强 直接一剑秒杀了对手不就得了 要那么小心干什么呀 他当初击败你我的时候可 够了 安静 展紫叶一声令下 强压下躁动不安的鹿千才 但是此时 他也看不明白 忙碌究竟有什么呀 令琉璃仙如此忌惮 那套反击无名剑 确实立了 但是想要反击琉璃仙的剑 那是痴人说梦啊 琉璃仙究竟在担心什么呀 第224集 一天四次 下 事实上 琉璃仙根本也没有什么担心的 在进入状态之时 他就完全失去了绝大部分感情了 一举一动 只是凭剑心牵引 而现在 那颗清澈的剑心告诉他 还不到全力出手的时候 至于理由 琉璃仙却并不知道 也不关心 一切只要依照直觉去做 就无往不利 然而 琉璃仙一放慢节奏 王鹿就比较难受了 尽管少女的剑势轻柔怜绵 但是 那毕竟是剑心通明啊 每一次轻易格挡的背后 王鹿都感到内附动荡 是原神震撼 哎 境界上的差距 终究是差距了 果不其然 三五招以后 琉璃仙一击刘锋剑势 陡然加速 在王鹿回剑不及之时 出其不意地刺出 王鹿勉强隔开 却身形动摇 法力激荡 赫然就露出了破绽 下一刻 琉璃仙背后七口飞剑 合而为一 但是少女却在抬起手臂 号令集火的刹那 犹豫了一下 通明剑心忽然发出了 隐隐的警告 预示着 前方又极大的威胁 而一向信任直觉的琉璃仙 就毫不犹豫地放下了手 准备将飞剑分离 重新以连绵剑势 打持久战 而就在此时 王鹿那被激荡开来的昆山剑 却又挑衅似的 歪歪斜斜地刺了过来 琉璃仙虽不知心魔大势之事 直觉中却也知道 此剑并无威胁 便准备不予理会 刹那之后 琉璃仙眼前一花 玉府剑心轰然绽放 少女身不由己地抬起手臂 七口还在分离中的飞剑 是陡然俱合 直刺而出 来得好 王鹿散乱的剑势 呼得齐吻凝固 浑身释放出惊人的气息来 台下几位长老 豁然起身 是满目惊叹 临阵阻击 过五的惊叹 王鹿此时忽而展现的 助击修为 只见琉璃仙对 陡然出现的变化 毫不在意 飞剑去尸不显 竟是要硬碰硬的 与无相剑爵 一较高下 少女眼中的清零透彻 全然不见 仅余下一片茫然之色 下一刻 网路的昆山剑 向上一条 与剑心通明正面碰撞 众人期待已久的震荡 终于到了 云台之上 云波翻滚 显示出方才两剑 相机之时 所蕴含的巨大能量 片刻之后 结果分晓 王鹿咳嗽数声 嘴角带血 琉璃仙的十二飞剑 则轰然 碎裂其三 王鹿 摸了摸嘴了 在无数人 瞠目劫车当中 笑道 还有三次 再来 云路天台上的决战 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 以一般的标准而言 这场战斗已经持续的蛮久了 因为 这种精英弟子间的擂台斗法 有长老看护 选手弹球一胜 是不会留手的 战时互翻底牌 吐起鼓落 胜负分晓极快 事实上 先前进行的两轮比斗 无不是在三五招之内 就分出胜负了 比赛节奏相当紧凑而精彩 往往一息之间 就有数波变化 令人是应接不下 在决战之前 不少人都将半决赛展紫叶 对阵琉璃仙持战 当作此次两派大笔的巅峰水准 那一战 万法全通与剑心通明的交锋 在短短几个回合的战斗当中 令观众为之窒息啊 而今日的决战 场上局势 却令观众为之纠结 一位先锋盗鼓 鹤发童颜的老者 轻轻捋着胡须 两道细长的白眉 纠结在一起 哎哟 老夫近些年 光看的年轻一辈豆腐啊 也不算少了吧 却还是第一次感觉 自己有点看不懂了呢 这位来自万象宗的长老 修为高深 原神强大 自开战之时便紧紧锁定了 云露天台上的一切变化 但是反馈回来的信息 却让他琢磨不透啊 王露为何自信十足地主动出击 刘梨仙却是又在忌惮什么呢 若非台上 那位面色冰冷的玄天管负责人 始终一言不发的话 他真要怀疑 这场比赛是不是该打假了 然而 就在他心中大获不解之时 王露与刘梨仙的第一波正面交锋爆发了 刹那间的信息量 令这位万象长老心中震惊啊 许多变化依然令人不解 但是有一点却毋庸置疑 王露居然临阵筑基了 对于一位化神境界的大修来说 就算一百个筑基修士捏在一起 也禁不起他原神一怒啊 但是他作为万象中的传功长老 甚至筑基之不义 练气到筑基 那是一个大关抢 足以令九州大部分修士 怅然而不得其入啊 而即使那些优秀弟子 从炼气到筑基 也要花上几个月的闭关 许事充沛 再配合筑基丹等药物辅助 才能够顺利破关 万象中的首席弟子 在筑基的时候不用担药 不必死官 在炼功房内打坐一日一夜 便筑成玉府 筑基成功 被师门当作百年难得一见的奇才 是清理培养 而传闻当中 圣经先门的穷华仙子 更是冥思片刻 便成玉府 则是万仙盟当中 不少人难以置信的传奇啊 而现在 比传奇更神奇的景象 就在眼前发生了 竟然有人临阵筑基了 而且真的是字面上的临阵筑基啊 传闻 琉璃现在血云霞临阵筑基 但那场战斗持续了几天几夜 谁知道他究竟花了多久 才筑基成功的呀 王禄呢 可是毫无停滞啊 自然而然的 便踏上了筑基器的关口 与万象宗长老同样震惊的 还有其他门派的所有人 万法仙盟的五名弟子张大了嘴巴 感觉原神都有些运转不动力 大师兄 展子叶是紧咬着嘴唇 心中惊怒交集啊 作为万仙盟五爵之一的首席 他在筑基时 用了一盏茶的功夫 传闻当中 与琼花仙子相差仿佛 那都是万仙盟的最顶尖的水准 但是这位在谈笑间 便筑基成功的王禄相比 又算得了什么呀 唯有灵剑派的长老们 对此是毫不吃惊啊 因为王禄 那终归是空灵根修饰 尽管这个灵根属性如今 在九州已经略陷淡疼 但至少在突破瓶颈上 空灵根拥有其他灵根 根本无法比拟的优势 那是真正的毫无阻力 平滑过渡啊 是今天筑基完 明天就上班 不是 是一边筑着基 一边就上班啊 当然 从炼器上品 猛然过渡到筑基的边缘 那也是不大不小的奇迹 不过 借助了丹药之力 再加上心魔大师的筑基 就不难理解了 真正令他们惊讶的 是琉璃仙最后一刻的茫然 与临阵筑基 法力原身正处于巅峰的 王禄正面碰撞 轻伤对手 却损失了三口飞剑 这剑心通明的爆发力 虽然不改 清零百变之意 却荡然无存了 绝非正常的琉璃仙 会做出的选择 然而 就在人们质疑之时 王禄与琉璃仙的第二轮碰撞 又来了 一轮交锋后 琉璃仙目中茫然进去 重新焕发了那 沉静清零的气质 少女调整了 九口飞剑的位置 手指向前一引 飞剑便陡然分散 形成合围之势 继而接连出击 去世异常雕钻 王禄冷笑了一声 昆山剑一改往日的沉稳 变得清零如风 剑身上隐约可见 一位淡雅女子的朦胧身影 正是唯能全部激发的 剑灵良秋 三尺剑围之下 昆山剑剑如幻影 一敌酒却分毫不让 曾让万法先门修士 大感头疼的剑心通明 完全激不穿王禄的剑围 可是一番叮叮当当 飞剑相击 王禄的神色 却渐渐凝重起来 心魔大势的强化 加上临阵注击时的法力溢出 王禄此时的确拥有了 完美的防御能力 但琉璃仙不与其近身交战 王禄的反击就无从发力 长此以往 琉璃仙依然有更高的胜算 正当话云试探着 说出自己的判断之时 只见王禄黑了一声冷笑 灰剑荡开了三口飞剑 继而猛地向前一个踏步 琉璃仙毫不在意地向后飘飞 七彩长裙 划出一道清零的彩虹来 论身法 十个王禄也急不上 剑心通明的琉璃仙 然而下一刻 少女身形凝滞 目光中再次出现了茫然之色 九口飞剑被她聚合为一 竟然再次发动了那猛烈霸道 却堪称无谋的攻击 轰的一声 云波翻滚 第二轮碰撞以后 琉璃仙则再碎三口飞剑 王禄则吐出一口鲜血来 伤势不清 却无关大局 第二百二十五集 虽然抱歉 但是我要说 只见半空中残存的六口飞剑 大多数人都意识到 琉璃仙吃了不小的亏啊 可是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疑惑之间 少女第三次出现了茫然 残存的六口飞剑聚合起来 全力轰击 轰了一手 飞剑仅存最后的三口 王禄伤势加重 士气却攀上了巅峰 只要最后一击 琉璃仙飞剑近毁之后 她有千般手段 也是用不出来了 然而就在此时 某位通明风主 却豁然起身啊 好精华的小子 说完 周明伸手一指 看她的衣服 经过周明指点 刘显芳鹤的长老 顿时就看出了名堂 原来 方才 王禄与刘雷仙交手时 偶尔抖动衣袖 那身黑色长衣的衣袖上 浓墨一般的漆黑 便会稍稍化开 露出一片密密麻麻的文字来 刘雷仙正是看到了那片文字 才面线茫然 清零不在 只见 那上面写的多是 笨蛋 就知道吃 吃吃吃不死你 再给我练三个小时 练不完 不许吃饭 诸如此类 令人完全摸不着头脑的文字 但是 灵剑派长老们看了以后 却在片刻 哄堂大笑 果然是好精华的小子 刘雷仙的渐心沉浸 一旦进入战斗状态 便会不理外物 不受干扰的 可是 王露却非常奸化地 模仿了他师父周明的语气和笔记 写成了一件干扰符 刘雷仙可以无视其他事 但是总不能连师父都不放在眼里吧 相反 刘雷仙的沉浸的体质 反而会让这部分杂音加倍放大 方才 他脑海当中 仿佛有无数个师父在齐声怒喝 险些让他魂飞魄散 若非有强大的战意镇压 刘雷仙此时早就已经原神崩溃了 王露这一招虽然奸化 却着实打他的要害上 华云摇着头说 能想到这一招 做到这一步 王露是把小琉璃研究透了 师兄 这个亏吃得不冤枉 还不是琉璃那丫头 剑心通明境界不足 不忍 这话就没意思了 王露的无相功也没有修炼到高深境界 而且法力修为还差着几品呢 哼 周明幸幸然坐了下来 神色依然是阴沉 却也并不怎么担心 王露那小子也太小看剑心通明了 真以为将琉璃的飞剑打碎 就能取胜了 华云问 哦 怎么说 哼 飞剑化身 那是琉璃才刚刚开始修炼的功法 远算不得熟练 他真的本事还在近身搏斗上 待他飞剑碎剑 不得不近身交战之时 王露绝无胜算 大怕他有心魔大事也不成 这倒是不难理解 倘若王露正直巅峰状态 或许心魔大事强化过的无相剑 再加上临阵驻击时的法力一出 能与琉璃仙的剑心通明正面交锋 可是 王露此时终归是受了不轻的伤啊 无相剑不可能维持巅峰的威力了 所以 琉璃仙最初选择以飞剑游斗是正确的 尽管被王露以奸计算计 胜算依然是很高 说到底 硬实力上还是琉璃仙更强啊 这一点没人可以否认 华云说 不过 毕竟是很精彩的笔斗了 王露已经做得比任何人 所能预期的都要好了 纪为师父齐声冷哼啊 但是却没人可以反驳 一地而处 恐怕没有人能够做到王露这一步 这小子 虽然跟他师父一样的卑鄙无耻 但是 的确也是厉害得不行啊 只可惜 他好像自信到了盲目的地步 给自己下了好大的赌注 也不知之后要怎么办 正说着 场上形势 果然又发生了变化 琉璃仙手中飞剑仅存三口 哪怕神色茫然 清灵之心不在 也本能地握紧了长剑 放弃了飞剑伤敌的打算 而后 少女身形如风 手中双剑同时燃起火光来 急行间如两颗耀眼的流星一般 离火剑第二十重境界 双剑合斩 网路目光陡然一变 左手在昆山剑上轻轻一抚 也翻出了最后一张底牌来 昆山剑第四重封印破开 剑灵梁梁秋在瞬息间凝结出剑外虚体来 并立在王鹿的身旁 先手与王鹿合卧剑柄 然后两人一到抬起了昆山剑 笔直地迎向琉璃线 轰丁声 震耳欲容地爆破以后 一到火焰之环 以云层为燃烧疯狂卷动 扩散开来 云露天台内最后一层 在轻刻间就被焚毁殆尽 被阵法约束住的天台 如同火焰的炼狱一般 这一剑 威力足以焚成 而在炼狱之中 琉璃仙不断地咳嗽着 口中鲜血不断 受了严重的内伤 然而 两手依然握着长剑 剑灵的气势丝毫不解 另一边 火焰正中 一道金光璀璨夺目 那是某一方战败之时 长老为了保全其性命 所放的法术之光 金光线 胜负分 这一战流离先赢了 在台下轰然爆发的贺彩当中 有几片区域 却完全死寂无声 灵剑派跟万法先门的弟子们 愣愣地看着台上的结果 却都觉得难以置信 那个王璐居然真的输了 好吧 尽管从任何一个理性角度思考 这都是合情合理的结果 甚至万法先门几名弟子 还砸过麦铁 拿出钱来压了琉璃先生 可是当结果出来 依然是难以置信 那个奇迹的王璐 没能够再创造奇迹吗 说来 记得王璐那小子 战前压了九千多万灵石 在自己身上 要不然说珍惜生命远离赌博呢 而此时此刻 在天台之上 金光包裹之内 王璐一脸的惨然 妈的 居然还是输了 就在他对面 琉璃仙嬉戏一笑 收起了长剑 少女战意尽脸 风锐剑意 被天真烂漫的笑 所取代了 打得很好了 真没想到你这么厉害 师傅们都说 吴向峰一戏 好玩弄阴谋诡计 自身修为就不怎么上得去 王璐苦笑啊 哼 你的安慰 真好刺耳啊 一边说 一边又摇了摇头 算了 先恭喜你取胜吧 说着 向琉璃仙伸手表示了友好 琉璃仙虽然天真 倒也不是不通礼节的 笑呵呵地走了过来 握住了王璐的手 而下一刻 一股粉红的雾气 从王璐手心上喷出来 琉璃仙晃了晃 就扑倒软地 王璐伸手抱住少女 将她缓缓放在地上 然后 在自己肩头的一处机关上 轻轻那么一摁 深周的金光就熄灭了 台上台下 是一片死寂啊 王璐在台上站了一会儿 咳了几口血 她的伤势已经非常沉重了 随时可能倒下 却不见有人说话 只好自己开口 咳咳咳咳 虽然很抱歉 但是我要说 我赢了啊 屁 第226集 王璐已经超神了 发生于九州历 六三四八年 灵剑山云路天台上的一场战斗 注定将载入实测 尽管交战双方 修为不高 仅仅是筑击下品 其中一个还是临阵筑击的 秀为境界水分很大 但是这场战斗 却为现场的无数旁观之人 乃至后来得知此战全貌的修士 揭示出了一个道理 一个修士的节操下限 究竟可以深沉到何种程度 当主持决斗的裁判 封银真人 宣布王璐获胜 并解释说 先前的情况 是王璐自己放的 场上观众几乎要暴动起来了 见过无耻的 没见过这么无耻的 一场力量与智慧的巅峰对决 一场本应该是 弘扬修仙精神 提供正能量的比赛 完全被王璐最后一刻的 阴谋轨迹所玷污了 观众们感觉 就像是吃果子吃出半条虫子来 没法更恶心了 偏偏 这场决斗的胜负 根本就毫无意义 忙碌形势虽然没有什么节操 但是也并没有违反规则 规则当中 没说选手不能自己发光 伪造胜负结果 而琉璃仙见到金光 就放松警惕了 也是他自己犯唇 怨不了别人 事实上 在二十重离火箭之后 琉璃仙的法力 也近乎枯竭了 围持不住 渐心运转了 当然 比起重伤 冰死的王璐 在战斗力上 他还是要占据优势的 可惜了 到了最后关头 决定胜负的 就不再是战斗力了 决斗的结果 玄天馆那位化身巅峰 给予了认可 并且苦笑地说 玄天馆这一次 可是要赔惨喽 当然了 这是假话 因为除了寥寥数人之外 大多数人吓住的 还都是压在了 琉璃仙身上 没有什么人认为 王璐就真的能赢 但是最后 他还真赢了 而对于这样的结果 灵剑派原先准备好 那些庆功宴之类的 也就全部取消了 原本还打算 跟前来观战的 各派修士们 联络一番感情的 如今也没有 什么可联络的 决战之后 各位带着恶心 就各自回家 而不少正义之事 在即将离开之前 对王璐展现出了 明明白白的敌意 小子 踏着你要是下了山 可别让我遇见你 要不然我一定教训你 没错 见过无耻 没见过你这么无耻的 要不是我身为客人 我肯定揍你一顿 对此 灵剑派的长老们 也只能哭笑一对 同门弟子们 虽有同气廉知之一 却也都没有帮 真传师兄说话 老实说 他们的心理 大多也很复杂 而王璐本人 一边接受着 门派长老的疗伤 一边面对群青激昂的现状 做出了果断的表态 好啊 好啊 来打我呀 正义之事们都惊呆了 你这放弃治疗了 你这是在挑衅我们 王璐点点头 对呀 有本事 来打我呀 好 这是你自寻死路的 于是 各色飞剑 法印 灵符 七番等等之物 是铺天盖地呀 负责治疗的七长老顿时被吓了一跳 眼看着即将被飞剑法宝海吞噬 王璐却一伸右手 七万 怎么 你要求饶了 哼 现在求饶恐怕晚了点 像达奥可以呀 得先交钱 啊 什么 王璐理直气壮 没道理 白白浪费我的时间精力 满足你们的正义感吧 像达奥可以呀 先交一万零食 然后上了一台 我陪你打个痛快 一万零食 这是底价 我一天的精力有限 不可能无限制陪你们玩 一天只打十场啊 按照你们出价高低顺域的 给你们一盏茬的功夫竞拍 明恩有限 要打得赶快啊 我靠 你要不要脸了 王璐一拍桌子 哼 兄弟 没钱就直说呗 我靠 老子出十万零食 看我把你打出屎来 王璐又是一拍桌子 靠 那个金丹真人 也好意思跟我这筑鸡上台啊 是谁不要脸 事先声明啊 修为仅限于虚单以下 不含虚单 要是境界高深的手养的 双倍付款以后 先自行压制修为跟元神 接受的出价 不接受也可以 我这里接受预定 交付定金以后 但我修为逆同境界以后 便可以随时接受挑战 我靠 你算起还挺精啊 哼 来之前没打听我的名头啊 灵剑学霸的光环 其实你一个下里八人所能企及的 行了行了 时间也不多了啊 竞价结束没有啊 我第一个 我出五十万零食 我虽然是虚单境界 但是上台以后 便压制到筑基夏品 不占你便宜 只是要告诉你 这九州大陆 修仙界还是有正义的 一名来自一品文派 天剑宗的剑修高声喊着 一脸的正气 顿时赢得了一片的掌声啊 罗三道友说得好啊 我被正道修士 就是要有这种气魄 罗三我支持你 没错 罗三道友啊 我今日囊中羞涩 比不得你们这些有钱的修士 但是你方才那番话 说到我心坎里去了 你那五十万零食 我支援你五千 略尽绵薄之力 但是也要弘扬正气 养我正道威风 罗三一正言辞地拱手道 感谢各位道友支持 我出天家鱼七一战 非是为了出名炒作 正是要弘扬正气 我天剑宗 自古以来就秉持正道理念 从心魔大战时期 便是正道联盟的中流砥柱之一 掌门剑十六 修为一致合体境界 神剑罕有敌手 此外 门派对门下弟子 也是白班照顾 认真的培养 我们有 卧槽 这要做广告单收费的 网路砰砰拍着云路天台的登记台 催促罗三赶紧上台作战 罗三面露遗憾 却也不多说了 持剑上台 脚踩一道金光漂浮半空 手中长剑 居高临下地指着网路 上来吧 让我好好教你 做人和修仙的道理 网路一声冷笑 就走上云台 片刻之后 罗三道友 罗三道友 你怎么了 你醒醒啊 盲路 你到底用了什么阴谋诡计 打上了罗三道友 盲路在台上 轻轻擦拭着昆山剑 面露不屑的笑蜂 自言自语道 一切到手 下一个 妈的 我空竹山庄 向天歌出价四十五万零食 被罗三道友报仇 我也是虚单修为 也压制到 铸鸡下瓶不占你便宜 我都要看看 你有什么阴谋诡计 又是片刻过去了 向兄 向兄 你怎么了 你醒醒啊 王露 你到底用了什么阴谋诡计 打伤了向兄 王露在台上 轻轻擦着昆山剑 面露不屑 自言自语道 双杀 下一个 下你闷 老子 鬼阴山修士 古语 金丹境界 敢不敢跟我一战啊 王露 嗤之以鼻啊 你敢不敢先把钱交了 靠 不就是双倍吗 四十万零食白证呢 你在台上等我 按照你的要求 我压制修为道 助级上品 我都要看看你怎么等我 片刻过去了 古语兄啊 古语兄 你醒醒 你怎么了 王露 你到底用了什么阴谋诡计 打伤了古语兄 王露在台上 轻轻擦拭着昆山剑 面露不屑的笑容 自言自语道 大杀特杀 下一个 十轮之后 王露收回了昆山剑 缓步下台来 四周围一片四季 数百人不由自主地 为其让开了一条道路 王露笑了笑 我灵箭派热情好客 各位可在山中盘缓数日 我的规矩不变 每日时长 价高着战 祝各位好运哦 目送王露离开 几百人良久 竟是无人开口 方才连战失常 到的后来 厂下人竟是心惊胆战 之前观看王露 与琉璃仙之战 只看到王露 被琉璃仙压制的 不得不以阴谋诡计来应战 心想这小子能有几分真本事啊 自己修宪若干年 见识多 加之智力超群 定能够破他的阴谋诡计 然而 等自己上了台 与对方交手之后 才发现 一般人根本连 见识他的阴谋诡计的资格都没有 人家就凭真本事 也足以打得他们无话可说啊 整整十个人 其中既有被某些名门正派 视为未来希望的天才 也有压制修为 试图以丰富的经验 跟剑士取胜的修仙前辈 无一例外 全部都倒在了王露的见像 虽然这十个人当中 并没有来自上品宗派的天才高手 但是也没有弱者 而王露的限定条件 仅仅是虚单以下的 这意味着 对手可能和他有着 接近一个完整境界的优势 可是这还不够 远远的不够啊 哪怕是金丹真人 在助击境界 也无法穿透王露的剑围 同样也无法抵挡他的反击之剑 至于元英已上个大修 或许他们能以助击修为 击败王露 可是人家也得要脸啊 元英欺负助击 真的好意思上吗 十年拜之后 已经没有几个人 记得王露的卑鄙无耻 倒是很多人想起了 昆仑仙山那位寿命最幽远 号称双目 能够看穿古今未来的 仙翁的一句话了 从今以后 这九州大陆休闲界 就是年轻人的天下了 仙翁说此话时 正好是圣经仙门的穷华仙子 于片刻间鸣丝注击 轰动九州 人们只以为 那是昆仑仙山对圣经的嗜好 如今看来 这话是别有寓意的 穷华仙子 斩子叶 琉璃仙 王露 这些万仙蒙武绝当中的 绝世天才们 大多数是在十余年间 陡然崛起的 而后远远超出了 其余的修仙同道 现在还没有成长起来 便已经崭露锋芒 日后一旦是修为有成 怕是无人能挡 长江厚浪 推前浪啊 一时间 不知有多少修仙前辈 想起了这句老话 第227集 带你节操及腰 结束了琉璃仙与王露的巅峰对决 又经历了王露的云台 十连胜的超神之战 来自天南海北的看客们 便纷纷地告辞离山了 事实上 他们想留也没门了 灵剑派又不是公园 让人想来就来 想逛就逛 尽管大批观众离场 这场万法先门 跟灵剑派的交流活动 也悄然进入尾声 尽管按照规则 接下来 还有一场两派五对五的团战要比 可是 两派修士的兴致 却不可避免地淡下去了 对于这场团队作战 人们更多打 是将其当作高潮后的余韵 就连参加比赛的弟子们 也没有将此事太放在心上 万法先门中倒是略有摩拳擦掌 一血前耻的念头 但是备战也不算是太积极 两派的团战 在两天后准时开始 这场比赛啊 倒是很有理想中那种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和谐气氛 两派弟子全力以赴 并没有多少杀气火气 万法先门在这场比赛当中 果断地打出了应有的气势来 五名弟子配合墨系 法术是层出不穷啊 令厂下观战的修士们 眼花缭乱 是叹为观止 零剑派的配合 就显得逊色多啊 开战不久 岳云跟文宝 就满是遗憾的 不甘的被展子叶的灭绝神雷 轰下场 期间 王禄虽有心救援 但是就算他的心魔大士 强化了吴相公 想要在展子叶跟叶飞飞等人面前 上演一个一宝四 也是力有为代啊 战斗进行到中期 就连岳心瑶也是无奈退场 零剑派 只剩下琉璃仙跟王禄两个人 而万法仙门却五人俱全 无一败退 至此 人们本以为 万法仙门将顺利地取得胜利了 挽回一些颜面了吧 但是结果却又令人意想不到啊 因为剩下那两个 万法仙门说什么也搞不定了 王禄就不必说了 就连琉璃仙的剑心通明 都奈何不了他的三尺剑围 展子叶跟叶飞飞都试着以最强的功法轰击过 根本就是纹丝不动啊 而琉璃仙虽然不擅长防守 但十二口飞剑分散开来 也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何况 王禄虽然一保四保不过来 但是以无相剑起来保琉璃仙一个人 却是毫无压力 纠缠了一会儿 王禄跟琉璃仙擅长持久战的优势 便体现出来 万法仙门一防 最重要的防御者陆千才 耗尽了灵符了 再也无法庇护队友 在剑心通明下生存 于是 几名师兄弟被琉璃仙一一点杀 最后展子叶试图故技重施 以灭绝神雷同归于尽 结果 被网路热情洋溢的冲上去 紧紧给抱住了 肆虐的雷霆之力 全给闷回来了 险些把展子叶闷得是 欲浮坍塌 原神崩坏啊 单人战跟团战 两战皆负 万法仙门已经无话可说 师兄弟几个人决定 忍辱负重 回山闭关 卧心尝胆 他日再来报仇血恨 临行前 灵剑派组织弟子们 前往四项峰送行 双方互置别词 场面倒也真挚感人 三年之后 不 一年之后 我定要再次登门拜访 展子叶面色严肃 一脸斗志不屈的昂然 试图掩盖内心的紧张与悸动 刘丽贤 届时 我一定不会再输给你 少女是歪着头 一脸的不解啊 可是一年后 你肯定还是输给我呀 展子叶哪料到 纯真的告白 会得到这样的答复 脖子一梗 那可未必 站在一旁 随着一道送客的王鹿 不由得叹了口气 深深为万法仙门 这帮废柴死宅的智商 感到可悲啊 琉璃仙师姐 那孙子说 下次来 就请你吃烤肉 少女的目光 顿时清澈明亮了 笑容是灿烂如花 好呀好呀 欢迎你随时再来 说着 还伸出一双 鲜鲜玉手 紧紧握住 展子叶的手 上下摇摆 一言为定哦 下次来 一定要请我吃肉 展子叶顿时感觉 自己的一颗赤裳之心 被这两种 截然相反的感情 扭曲搅动着 一种名为温柔细腻的小手触感带来的幸福 一种名为 看来我这辈子是没戏了的痛苦 很快 那颗赤子铜心就被碎成了点滴残片 如同遭受了不亚于渐心通明的严重打击一般 此外 汉云帆也是感慨万千的 王兄 你可又给我上了一课 小海 我什么时候上过你啊 别乱说啊 汉云帆努力让自己笑出来 说真的 自五年前离开临近山 我就一直在想 如果不是前往万法先门 而是与王兄你成为同门师兄弟 会是怎样的光景 王露皱起了眉头 退后了半步 小海 说真的 你现在这个样子 真是让我有点别扭啊 汉云帆决定不理王露 继续说自己的 为此 我曾经纠结了很久 不过现在反而释然了 比起同门师兄弟 果然还是当你的对手比较有趣 当然了 做敌人就免了 对手和敌人 这的确是截然不同的概念 下一次再来 我会努力不输给你的 汉云帆说完又摇了摇头 当然 手下败将说出这种台词 突惹人笑 不过该说的宣言总归是要说的 王兄 期待下一次的见面 王露 看了看小海 行啊 啊 差点忘了 这次新来 有个礼物送给你 汉云帆将一张成亲纸交给王露 对你或许有用 王露接过来一看 发现 是云太帝国皇室的印件 不由一笑 这小海 果然是小海 该贴心的时候 是格外的贴心的 有了云州巨拨的皇室印件 指教的跨州业务将更上一层楼啊 如今网络不需要其他资源 尤其是零时更加充沛 唯独这种皇室印件 却是轻易拿钱也买不来的 送走了万法掀门的人 零剑派再次变得冷清去了 这短短半月时间 着实是经历了不少的事情 当云波州 迎着金灿灿的阳光 逐渐远去之时 许多人都感到了由衷的疲惫 包括 疲惫归疲惫 扫尾的工作还是得做呀 比如 某位疯狂赌徒的赌局结算 网络在与琉璃仙的决斗局当中 下注敬意啊 是沧西州数十年来最大的豪赌 最终 应去零时超过一亿 堪称毫无人性啊 如此庞大的资金 纵使玄天管一时之间 拿铺现金来 最终是由沧西州的负责人 亲自送上百枚衣品的玄天经 令无数门人瞪大了眼睛 心神震撼啊 王禄按照事先的约定 将其中的五十枚 封给了师傅 系的女子当场就宣布 要尾身下架 立时成亲啊 令那个玄天管的负责人 都尴尬万分 好在 女子的野心 被掌门跟掌姓长老 一阵见光给声声打回去了 这才善罢甘休 穷人诈富啊 武长老全然没有了 秀献真人应有的淡定自若 他揣好了五十枚玄天经 乐呵呵地遇见下山 说要仔细地享受生活 十余日之后 白衣女子重新回山 令人惊讶地 重新过起了 安平乐道的生活 王禄对此时十分好奇啊 短短数十日 便看破红尘了 这女人的羞养这么了得嘛 然而 一开口 得到的答案 却是五雷轰顶啊 钱花光了 只好回来了 钱花光啊 王禄简直是五体投地啊 才十几天时间 把几千万灵石给花光了 然而 还没等他惊叹 就听师父 温柔地令人毛骨悚然地问 小禄啊 咱们的婚事 什么时候办了呀 王禄是破口大骂啊 等你把节操捡进来的时候 其实这个时候 王禄手里面也没钱了 师父在山下 逍遥自在这些天 他陆续将迎取的资金 全部都转移到了 智教那里 用于加速发展 这个飞速成长的教派 此时正处于 资金饥渴状态 无论多少钱 都能够全部消化了 王禄坚信 当智教开花结果之时 自己此时的投入 将获得数倍的收获 无论如何 乌相风的师徒 在短短十几日之内 将上一灵石挥霍一空的故事 还是成为了 灵剑山上面的光辉传奇啊 再之后 就是门派首席的问题 出于激励弟子 奋发向上的目的 灵剑派天剑堂 在王禄的建议下 设立了门派首席制度 而这次门派大笔 单人战的冠军 将拥有十年期的 首席弟子权限 尽管最终决战 有着极大的争议 但是王禄的胜利 却是毋庸置疑的 于是 在议论声中 掌门封银真人 代表天剑堂全体长老 被王禄授予了 首席弟子的头衔 授贤仪式 在星辰封 掌门逐室之外 静悄悄地举行 在场只有寥寥数人 原本灵剑派是打算 在四象峰召集全体 来宣布首席人选 以此来激励士气 不过 谁让王禄是这首席 来得如此奇葩 原定的盛大仪式 就只好草旧了 对于王禄来说 首席弟子的特权 远比盛大的仪式要有意义 而他也从来没在乎过 其他人怎么看 结果封银真人手中 象征首席弟子荣誉的金牌之后 王禄便准备下山了 却听封银真人笑道 不陪我这个新上任的师傅聊聊吗 门派首席 只受掌门致约 理论上等同于掌门弟子 封银真人这么说 王禄也只好停下了脚步 回忆笑了 您老有话请讲 逐世之外 老者与王禄并排而坐 老者沉默了许久 缓缓开口 自你入灵剑派以来 已有五年多了 然而你在生仙路上 过关斩将的一幕幕 却还记忆有心 那时阴差阳错 险些筑成大错 将你拒之门外 如今想来 仍然后怕不已 哼 有那么严重吗 灵剑派人才极极 琉璃仙世界 还有那个五年来 没有怎么见过的 朱石瑶世界 哪一个都不在我之下 其余门派能得其 便可安天下 其实啊 灵剑派缺我一个 没什么大不了的 对了对 网禄认真地说 相反 要不是在这修行了 吴相公 我断然不可能 有今日成就 这点我还是分得清楚 封银真人目光当中 露出无比的欣慰了 你能这么想 殊为不已 不过也不必妄自菲薄 尽管小琉璃和瑶尔 都是九州大陆一等一的天才 但灵剑派的未来 终归还要落在你身上了 网禄沉默了一会儿 上文啊 莫非灵剑派最近投资失败了 需要紧急注资 凤银笑骂 你这小子 灵剑派再怎么落魄 也不至于贪图你那点私房钱 何况你真以为 区区几百枚玄天精 就能支撑起万仙盟 武绝宗派的运作 我就是表态 您继续吧 这九州大陆啊 每隔数百上千年 便会有一个英节辈出 风起云涌的辉煌时代 如今随着你们这一辈 年轻人的成长 辉煌而动荡的年代 怕是不远了 小琉璃和瑶尔 作为修士是顶尖的 但他们的缺陷也很严重 撑不起灵剑派的天空啊 所以 所以 我今日将首席弟子的荣誉 授予给你 希望日后 你能无愧于这个称号 成为名副其实的 灵剑首席 王露沉默了一会儿 对掌门人笑 放心吧 我很喜欢这座山 喜欢这个门派和门派里的人 风吟忽而又问 嗯 那么 对你师父呢 王露愣了一下 有些为难的说道 这个嘛 要是有一天 他跟我母亲一同掉进河里 我可以考虑先救我母亲 然后再拿板砖拍他 这一次 轮到掌门真人陷入沉默的 两久之后 老人一声感慨 他这一声啊 看似潇洒 实则寂寞 你 你便好自为之吧 第228集 我的两个最好的朋友 修仙岁月 五短长 自两派大比之后 五年时间 似乎一眨眼 便溜走了 五年来 灵剑派又回到了往昔那般 天然自得的节奏 弟子们按部就班的修炼 学习 生活 长老们时而外出云游 时而在山中闭关 又或者被弟子传宫解惑 五年来 被寄予厚望的弟子们 开始逐渐成长起来 月云 月心窑 文宝 朱秦都先后筑击成功 而两派交流大会前的 突击修行 其副作用 也在五年间 被抵消殆尽了 弟子们在修行路上 扎实地迈进了一步 至于王禄 那就是另一个层面的存在 作为灵剑派的首席弟子 王禄这五年的修行经历 足以让大多数灵剑弟子 感到艳羡不已 门派在他身上 投入的资源 是一般弟子的数倍制度 的确是符合了门派首席的定位 及门派之力进行培养 王禄当初不惜一切代价 要拿下首席代语 除了要压制不靠谱的师傅之外 就是为了能够在修行路上 走得更快一点 当然并不是什么危机感使然 尽管五年前 在星辰风上与掌门真人一番谈话 已经隐约能够透露出 不远的未来可能会有大的变故 但是对于化神修师来说 这个不远的概念 很可能是指一两百年 甚至是更久 还远没有到为此担心的时候 王禄对修行的急切 大部分是对于修行的喜爱 喜欢修行 喜欢吴相公 喜欢一点点的将玉府完善 元神淬炼 剑骨固化的过程 无比享受着 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强的感觉 他的空灵根与吴相公的磨合 还不够完美 修行过程中 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阻碍 其中有的可以取巧走捷径 有的就只能够以时间精力 跟资源去堆积解决了 这个时候 指望贫困潦倒的吴相风 自然是不靠谱 而首席弟子特权 就能够发挥极大的作用 一个合格的冒险者 必然会是一个炼机狂人 五年的疯狂炼机 让他顺利进入了 筑鸡中品的境界 而至此 算来王禄已经修行十年了 十年内达到筑鸡中品 在万线盟的天才群体当中 也算是相当快的进度了 更何况 他还有心魔大士 强化过的吴相公体系 其综合实力 已经成为了 年轻一辈当中的顶尖水准 不过 要说是能够一记绝尘 将所有同辈都甩在身后 却也是未必啊 五年来 所有人都在进步 比如 我心尝胆的万法仙门弟子们 其中 大师兄斩子叶 回归仙门一年以后 便进入了筑鸡上品 进度快得不可思议啊 修为晋升以后 他如承诺一般的重回灵剑山 登门讨教 然后 果然再次败于琉璃仙之首 因为琉璃仙 同样在这一年当中 取得了惊人的进步 与斩子叶的差距 反而拉大了少许 几乎令斩子叶为之绝望啊 过去的一年 他深入门派历练之地 经过百般苦难 才有这样的境界 却不想 还是跟不上对方的脚步啊 斩子叶黯然离去的背影 令灵剑派的诸多长老 唏嘘感慨 斩子叶 琉璃仙 王禄 这一批令许多修士感慨 长江后浪推前浪的绝世天才们 是各有各的机缘 但是无一例外 在修行问题上 都格外的执着拼命 斩子叶或许在过去一年里 做了许多许多 但是琉璃仙又何尝偷懒了呢 过去的那一年之间 琉璃仙至少全力作战一百场 重伤数十次 其中几次甚至玉府动荡 元神崩裂 险些酿成大祸 这般拼命 怎可能没进步呢 而至于那个和琉璃仙交战百余次 促使其突飞猛进之人 还会有谁啊 五年来 王禄拼命修行的另一个原因 就是琉璃仙 自从云禄天台那场决战之后 琉璃仙就缠上他 对于性情单纯的少女而言 云禄天台上的失利 并不会让他心怀怨恨 相反 王禄那神奇的剑法 深深地吸引了他 令他为之心神俱罪啊 自他剑心通明有成以后 还从未有修为与其相仿 却能够正面挡起他非剑的修饰 而琉璃仙表示好感的方式 就是隔三差五的提剑来战 每一次都战的是昏天黑地啊 哪怕是重伤而归 他也是乐此不疲 对此 王禄倒是来者不拒 无相攻也好 剑心通明也罢 都是属于可以以战养战的攻法 每一次实战当中都能有极大的注意 而且是越是死战 越是面对不同风格的对手 注意也就越大 单纯的闭关死修 效果倒也不是那么明显 而无论是剑心通明还是无相攻 都是不缺乏变化性的 同样的对手 却能够带来截然不同的战斗体验 这俩人五年来交战近千场 几乎是场场不同啊 这么多场打下来 自然不可能是全胜全负的结果 王禄粗略估计了一下 和刘雷迁的胜负大约是五五开 最初两年输多赢少 后来三年才渐渐给搬了回来 不过也谈不上是太大的优势 当然和五年前手段用尽 也无法堂堂正正战胜刘雷迁的情况相比 五年之后 能跟刘雷迁打的是不分胜负 甚至是略胜一筹 已经是极其难得的进步了 如果按照王禄那个普及的那套 加全职的算法来说 如今他的综合实力 大概是助击六品加二十 刘雷迁则是助击两品加十六 差不多是等同于虚单巅峰的小明了 要是单独计算两个人的攻击力跟防御力的话 最高甚至可以达到加二十五以上 进入了金单级别 五年来 王禄跟刘雷迁除了修为上的收益以外 还有近千场战斗打下来的交情 五年前 这两名真传只是点头之交 五年后却已经成为了好朋友 用王禄的话来说 刘雷迁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这一日 王禄吃过早饭 刚准备收拾碗块 就听到屋外的少女活泼开朗 元气十足的声音传了进来 王禄王禄 我来找你玩了呀 而后 眼前闪过一道七彩云霞来 刘雷迁已经笑呵呵地站在眼前 笑颜如画 王禄看了一眼少女 点点头 坐呀 刘雷迁立刻坐在桌前 坐姿笔挺啊 伸手啊 刘雷迁伸出鲜鲜玉手 真乖 王禄摸了摸她的小脑袋 从口袋里取出几块糖来 放进她手里 吃吧 嗯 刘雷迁娇喊地笑着 然后将糖果送入口中 含糊不清地说道 嗯 什么 我靠 嗨的 昨天不是刚打过吗 刘雷迁却意外地说出了一句 饱含哲哩的话 昨天吃了饭 今天也还是要吃的嘛 少女 你不要太所求无度 啊 王禄没好气地 谈了她脑门一下 最近这几天啊 大概都没得打了 我要准备出远门了 刘雷迁点点头 理所当然道 当然是出门打 师父说过 绝对不能在屋子里打架 不然打坏东西 我就不能吃饭饭了 出远门 可出门不是一个概念 啊 相交五年 王禄对刘雷迁的智商 有了极高的耐受力 耐心地解释道 我要下去 去云州走一趟 大概要个十天半个月吧 期间没法陪你打架 刘雷迁吃惊道 你要下山 我会寂寞的 那就自己找根还过去吧 王禄无奈地摇了摇头啊 我也不打算走啊 可惜失命难为啊 刘雷迁问 我记得你说过 你现在是首席弟子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你那白痴师父的话 对你来说就是耳旁风 毫无约树立 问题是 这次他说动了掌门 那我就没办法了 那个贱人说什么 我作为门派首席 在山中宅了太久了 白白浪费首席弟子这个殊龙 如今休闲十年又成了 是时候下山去云游扬威了 提振门派影响力了 简直荒唐 真要提高门派影响力 他就圣经仙门门口裸奔一圈 不比啥都抢 分明是打击报复 刘雷迁好奇地问 打击报复 为什么 王禄猝起没来 因为向掌门举报 他试图窃盗门派资产 还是因为拒绝为其做贷款担保人 还是找阿雅给他做晚饭了 反正理由太多了 也不好选 总之呢 因为他的关系 这几天啊 我没法在山里陪你玩了 哦 少女无精打采地搭了下脑袋来 可怜巴巴的 不过啊 王禄转念一下 我可以带你一起下山呢 第229集 我的两个最好的朋友 下 一起下山 真的可以吗 琉璃仙的眼睛刷一下就亮了 山下有好多好玩的东西 可惜师父一直拦着不让我走 王禄心说废话 就你那个智力 任谁也不会放你一个人下山乱跑啊 八年前 门派弟子组织下山历练 琉璃仙是一边吃一边玩 一路闯祸闯到了血云侠 还临阵筑击斩了血云十二腰啊 此番经历听起来威风霸气 他那个做师父的通明风主 可是险些吓得走火入魔啊 包括 要是有自己跟着的话 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五年来 琉璃仙被自己调教得跟花花一般听话 而四十伯呢 也格外的开明 任由宝贝徒弟送上门来 让他当作宠物来斗 包括话说回来 这五年来 在王禄的看护下 琉璃仙的闯祸次数的确是少了许多啊 而此次王禄寿命下山 要是孤身一人也是的确有些乏味 与他交好的同门里面 岳心瑶文宝等人 修为已经被拉开了差距了 只有琉璃仙 不但实力相仿 而且攻防护补 更有五年来打出来的默契 看成是完美的组合啊 当王禄 将此时向周明请示以后 周明非常痛快地点了点头 好啊 其实我早想安排他下山历历 若是有你同行 我便放心了 这孩子心思纯净 不是人间险恶 正需要一个险恶之人来教导他 你愿意帮这个忙 我应该谢谢你 多谢师伯夸赞 那我就不客气地收下这个苦力了 从通明峰离开 王禄回了吴相风 叫上了琉璃仙 牵上了杂毛狗 便踏上了前往云州的旅程 琉璃仙啊 我问你 咱们这次下山来这干什么呢 吃喝完了 再猜 吃遍九招 继续猜 刚才猜的都不对吗 废话 当然不对了 面对王禄的怒吼 琉璃仙又是无辜 又是委屈地眨着眼睛 怎么这样啊 明明说好了是吃喝玩乐的 王禄毫不客气地 伸手敲打女孩的脑袋 丝毫不顾忌 其实琉璃仙比她入门早 本质上其实是她师姐啊 下山前啊 我其实说过一遍 现在重复第二遍 你听好了啊 咱们这次下山呢 有三件正事要做 第一 是给我师父送信 她有个好基友 在云州云台山 围护一方呢 我要把一封信交给她 第二 是沿途呢 记录所见所闻 增长阅历 开阔眼界 淬炼元神和仙心 第三啊 则是想办法找茶打架 收集声望 尽快开启门派称号 然后呢 沿途可以吃喝玩乐 过得潇洒自在一点 结果你就只记住 最后一句了 琉璃仙撅着嘴巴 前面说的太复杂 我根本听不懂啊 哎 算了 你啊 就记住一件事就可以了 我让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哦 眼见琉璃仙不再闹腾 忙碌一边感慨 五年过去了 琉璃仙依然是琉璃仙的 一边从戒子袋里面 取出一包腌制好的牛肉粒 丢给了女孩 当做乖乖听话的奖励 琉璃仙嘻嘻一笑 打开纸包就吃个不停啊 让某杂毛狗是羡慕不已啊 同样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嘛 这差别待遇真是让人心碎啊 琉璃仙则是更加得意了 药物扬威似的 舔势着手指上的肉末和盐粒 葱尖式的手指上 顿时染上了一层精英 那享受美食的表情 让笨狗不由得口水直流啊 包括 琉璃仙在吃了半包以后 便真而重之地 将牛肉粒给收了起来 不再贪嘴了 见此 王鹿好奇地问道 怎么不吃了 琉璃仙很认真地回答 现在吃了 以后就没得吃了 哼 这是什么道理啊 为什么以后就没得吃了 师父说了 明见弟子下山历练 要认真体验红尘疾苦 不可贪图奢侈享受 反正我上次下山 就总是吃不饱肚子 师父给的零食和银子 没等会儿就花光了 啊 师伯给了你多少零食跟银子 好在 琉璃仙没有笨到 要掰手指头计算 很快就回答出来 五千两银子 三百块零食 客观地说 周明出手并不吝啬 以琉璃仙当时练气巅峰的修为 也没有那么大的开销 五千两银子 跟三百零食 足够他支持数年生活的 但是琉璃仙初次下山 根本不懂节制 更不明物价 在以繁华都城的玉宴酒楼 吃尽了山珍海味 几天的功夫 便将盘缠给用尽了 只好强忍着口水 黯然离场 后面那近一年的时间 着实经历了不少的辛苦啊 听到琉璃仙一苦思甜 又对一包牛肉粒 争而重置 网路看出来 这孩子前自下山 是真吃苦了 对下山历练 已经心寸阴影了 微游得哈哈一笑 拍了拍女孩脑袋 这次既然跟我下山 那就无需顾虑那么多了 师婆将你托付给我 可不让你在我这里 忍饥挨饿的 琉璃仙不解其意啊 这次下山 师父给他的盘缠 还不如上司多年 而王鹿 无相方一向又是以穷苦闻名量 然而 女孩心里正糊涂着 忽然间的 天边一道荧光 风驰电车而来 目标正是 他和王鹿二人 此时他们才刚刚走出 林剑山地界不久 却不知 谁会找上门来 琉璃仙目光一转 便将那急速而朦胧的荧光 扫了个清楚 却是在腾云堂 奇物志课程当中 记载的一物 凌云舟 是如今修士们常用的一种 飞天交通工具 速度奇怪 而且飞行过程 平稳舒适 颇受欢迎啊 只是如今 这银色的飞舟 却比课本上那个 要奢华百倍 表面上那层 精炼云银 就连琉璃仙也知道 其珍贵 而且飞行速度 也比课本上 记载的更快 还更平稳 女孩渐心感应 察觉那非洲毫无敌意 便收回了目光 不予在意了 反正那非洲再好 又不能入口啊 而片刻之后 非洲从天而降 已经停在了二人面前 通体银亮的周中 一名白衣修士 缓步走出来 见到王禄 面露恭敬的行礼道 参见局座大人 哎呦 老叶 好久不见啊 这修为经济的不少啊 从非洲上下来的 正是制教副教主 制税局副局长 叶初晨 自从王禄 以制教吞并七星门至今 已经有近八年时光 当初的七星掌门 已经完全适应了 副教主的身份 如今想来 叶初晨对当初 被王禄击败 收编一事 心中却只有无尽的感激啊 若非王禄 他只是一个不入流的 散修而已 而如今呢 尽管制教在万县盟 依旧是最初级的教派 但是 他的身份地位 终归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作为修士而言 他也得了太多好处了 一来 当初王禄 为他完善了功法 智雇多年的瓶颈 顿时消失了 二来 作为制教的副教主 特权数不胜数 大批的资源砸下去 修为想不突飞猛进也难啊 几年过去了 虽然修为品级上只进了一品 但是对于他这种资质平平的人来说 在虚单境界上还能再进一品 其意义何止是白齿干头 更进一步啊 而且 他的综合实力更是倍增了 从最初见面时 作为七星文掌门的叶初晨 只是一个虚单九品 减三的渣子 如今却已经是虚单八品的小名了 实际上 相当于八年时间修为连增四品 突飞猛进啊 要不是处理教派事务多少牵扯了一些精力 成就还能再更高 这一切 当然是多亏了王禄 所以 叶初晨对王禄早已是忠心耿耿 哪怕是近些年来 王禄专心在灵剑派里面修炼 对教派事务越发放手 举所大人啊 此次接到您的指示 我立刻就赶过来了 而且按照您的吩咐 带来了这定制版的灵云舟 灵云两千 说着 叶初晨念动咒 那三丈长 通体浑然的非舟 便开了一个口子 露出了舟中空间来 从入口看去 里面竟是一片豁然 远比看上去还要广阔得多 琉璃仙瞪是瞪大了眼睛啊 心想 这跟书里写得不一样啊 书里面说 领云舟简单易用 性价比高 但是飞行是空间狭窄 修饰往往是极不舒服 但是这么看来 这写得也不对啊 王禄见琉璃仙疑惑不及 笑着解释道 这是我让手下人 去玄天馆乔天公堂 专门定制的土豪版凌云舟 周内呢 另辟洞府 硬气局 应有金药 来 先进去 进了这非洲当中 少女心中更是震撼了 原来 周内空间 还不仅仅是从入口看到的大厅 沿大厅边远 还有通往上下的楼梯 那里藏了不知多少个房间呢 在少女 无比震惊的目光当中 叶初晨再次念动咒语将入口关闭 非洲腾轰而起 内部却平稳的无一丝的晃动 发动了非洲 叶初晨对王禄说 可惜啊 这次天宫堂三品以上的将士都不在 所以呢 这周内洞府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了 您说希望有的山水草木 歌舞一傀儡还无法实现呢 属下无能 还请居座大人原谅啊 王禄静止 在大厅一个堂椅上面坐了下来 挥了挥手 无妨啊 短短十几天 能做到这个程度就已经不错了 毕竟咱们又不是至尊客户 消费积分没刷到那个份上 等以后有机会了 再造条满意的 先凑合着 说完 王禄看了看正在周内 四处好奇探险的琉璃仙 笑了 老爷 把最好的韭菜都拿出来吧 第230集 所以说 什么红尘疾苦 都是骗人的 不多是 一桌奢华的韭菜被摆了上来 正在楼上 疯跑的琉璃仙 顿时被牢牢吸引住了 不可思议地看着厅中摆出的饭菜 天香雨露 猪玉舞花 翡翠白菜 悬兵乳酪 这当初在御苑酒楼当中 琉璃仙都未曾见过如此奢华的菜品 这都是真的吗 然后是以渐心通明的沉静心性 都未能从这无比的震撼当中超脱出来 只是发愣的片刻间 琉璃仙已经忍不住开始不停地吞咽口水 王露哈哈笑道 愣着干什么呀 这就是给你吃的 这 真的 王露已经静止挑起一块肥嫩的羊排 都给奔狗了 被其一口吞下 不吃没有了啊 我要吃我要吃 一桌可供十余人饱餐的韭菜 不多时就被王露 跟他两个最好的朋友给打扫干净 以琉璃仙的沉静通透体质 本来很难有饱腹之感的 但此时 一桌韭菜之后 也是禁不住地感到满足啊 唉 老爷 酒度饭饱了 可以上节目了 是 却见大厅之内 又响起了鸟鸟的丝竹之声 王露养在躺椅当中 微微摇晃着 好不惬意啊 琉璃仙已经忍不住好奇了 王露 这非洲是你买的 唉 不错 这要花多少钱啊 纵使以琉璃仙的天真烂漫 也知道 这奢华的非洲肯定是天价啊 至少方才那一桌饭菜 就要上万两百银 或者是数百零食了吧 哼 优惠价 八十万零食 八 八十万 琉璃仙不可思议地重复着这个数字 好有钱 公款消费 采购公务用车 当然有钱了 公款消费 不错 我没跟你说过吗 我在山下有自己的事业 办了一个教派 网路点点头 认真地说 虽然治教 是我一人所创 但是合格的经营者 就要做到公司账目分明 该工业花的钱 一丝一毫 也不能花到私价账上来 啊 刘狸仙只觉得王鹿这番理直气壮的说明有些问题 但是呢 却又止不出来 愣了片刻 刘狸仙又正正地说 可是 师父说 下山历脸要勤俭节约 王鹿一挥手就给打断 笑话 我堂堂治教一把手 一言一行 都代表着万万人的脸面 我要是搞什么勤俭节约 只会让人把治教小瞧了 说着 帮路潇洒的一躺 哎 小琉璃啊 好好学着点吧 这叫领导待遇 凌云州啊 一路向西而行着 往云州飞去 这非洲翱翔高空 可日行数万里 纵使以九州大陆之广阔 也只需要一两日的功夫 便可飞离苍西州地界 进入毗邻的云州 对此 刘狸仙满是惊叹与为难 因为下山之前 师父曾经认真地告诫过 这一次前往云州的历练 沿途上一定要多记多看 上一次入室的历练 完全变成了美食旅行啊 这一次 切不可再那么胡闹了 以他们二人的矫程 到云州这一路 至少也要十来天的功夫 一路上要认真地观察 仔细地思考 可是 看着非洲之外 那白矮矮的云层 以及晴朗的日空 琉璃仙单纯的心思里 不由得疑惑起来 现在这么飞 用不了两天就到云州了 那沿途这些东西 也要记吗 不过 师父既然要求了 那也只能记了 琉璃仙虽然天真烂漫 不安事事 但是记心极好 呆呆站在大厅的边缘 看着窗外 飞扑一般后退的云团 心中已经将眼前的景象 全数给记了下来 甚至 自动将翻腾的云团 挠补出了各自的形象 比如 有的像是椭圆的烤肉 有的像是方形的烤肉 有的像是正在滴油的烤肉 还有的 少女认真地记忆着 准备回去将自己的记忆结果 认真地说给师父他老人家听 相信他老人家一定会很高兴 至于王璐和叶出臣 此时则围在大厅的一张茶几旁 由叶出臣对着几年来的工作 进行着汇报 王璐在山中修行这几年 制教的工作总结 每隔十天都会准时通过顺风游地 送到无相风上 因此 大概的情况还是了解的 但一些重要事物的细节 就需要叶出臣口头补充了 总的来说 制教的发展 已经进入了一个良好的上升轨道 即便是没有王璐手把手的扶持 也拥有了自行发展的基础了 如今制教教徒 广泛统计数量已经超过了万万人了 而大明国作为制教的根基 更是被经营的铁桶一般 叶出臣 李娜呢 明云道人这三大巨头 在大明国内的声望 比起宰相也不遑多让啊 教派的动员组织能力 堪称是逆天啊 而集合了万万人的力量 加上五年前网络的巨额投资 制教在基础建设方面 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了 下品零物零职等产量之大 就连玄天管也为之瞩目 并且在年前签署了协议 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而单单是靠了一些基础层面的建设 制教每年能够得到的收益 就已经令很多了解内情的人 为之瞠目了 如果单纯是为了敛财 此时的制教已经可以进入收割期了 网络当年的惊人投入 最多十几年就可以回本 而要是进行一些简单的资本操作 收益就更为惊人了 不过 网络的野心可不止于此啊 因为零食一物 到了高层就渐渐失去价值了 几万零食 或许能够买到一个金丹真人当打手 但是 就算一百万零食 也难请出原鹰真人出面呢 在玄天管出示贵宾身份 能以数十万零食购买八品领宝 但是品级再高一点的 就有价无市了 而网络的解决方案 就很简单了 产业升级 日后自给自足 要实现这一宏伟蓝图 最大的问题就是 人才不足 如今制教万万人 但是教派几个副教主 仅仅是虚单修为的 而且在虚单当中 还不算是强的 尽管花钱雇了几个金单级别的打手 但是总体来看 距离一个成熟教派 还差得比较远 这怎么办呢 很简单 砸钱呗 制教现在什么都缺 唯独就是不缺钱 尽管对于那些 真才实学的名士来说 单靠零食很难吸引得来 但是名士不来 来几个在明门大派里面 混不下去的落魄修士 也胜过叶出尘这堆散修啊 网络要求制教拿出重金 来引进人才 并为之提供 极其奢华的福利待遇 这项战略实施起来 已经有半年多了 说是信了不少明门正派 虽看不上 但对制教来说却是珍贵无比的人才过来 发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而王禄作为制教的一把手 也顺理成章地享受了应有的领导待遇 事实上 这种事领导不带头 反而让旁观者怀疑你的实力了 所以 网络正是要用这凌云两千来肇事天下 制教 财大气粗 底气十足 成品英才 欢迎加盟 而叶出尘啊 交代完教派工作以后 时间才过去了大半天 而这位虚单境界的副教主 已经感到身心疲惫了 在网络面前汇报工作 听取致事 压力着实是有些大啊 八年前 网络还是练气器的时候 就已经能以无相剑 抗衡自己引以为傲的七星剑法 而八年过去了 如今的自己 恐怕连让他出手的资格都没有了 单凭那条杂毛狗 自己便不是对手 而且 王禄虽然说话是语气平和 但是言出必重 叶出尘这几年的失误 被他轻而易举的就挑脸出来 虽然没有批评 但却令他冷汗之流啊 好在 难熬的时间总算过去了 叶出尘输了口气 笑着为网络 介绍起了云州的风土人情 云州啊 位于沧溪州的西北方向 作为九州大陆的重要组成部分 幅圆辽阔 物产丰富等等 自是不必说了 其最大的特点 就是乱 不同于万仙蒙武爵镇压的 沧溪州等州 云州地境上 始终没有出现过 威慑力特别强大的教派 就连万象宗啊 刘云宗这个级别的门派也都没有 一州之地 被数十个上百个诸如 白龙冠 雌云山的三四品门派 瓜分 说好听了 是百花齐放 说的难听一点 就是军阀割据之事啊 不过 这般的形势 有利也有弊 好处是形势混乱 有利于治教这样的教派 浑水摸鱼 坏处 则是一不小心就会翻船 以治教的实力 还比不得那些三四品的宗派 所以 王禄数日前传信叶出臣 要他备好了陵云州 一道前往云州 就让叶出臣也是很好奇啊 这举座大人这一次去云州 究竟是想做什么呀 这儿是想做什么呢 我说 我вод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